這一部是在說一場 要引爆炸彈的攻防戰 甚至還動員了萬名演員 還有三億日元打造的作品 這一部是聖誕殺戮日 故事的地點設定在東京這個地方 大家家家戶戶都要慶祝平安夜 聖誕夜 但是就在聖誕夜的這一天晚上 竟然發生了連環爆炸事件 但這一切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就在聖誕夜這一天 電視台收到了令明的電話 這個對方嫌犯就告訴他 他們要在東京的市區 匯比獸這個地方放下 即將引爆的炸彈 那甚至當時就有一位 要前往現場來報導的記者 還有在現場正在購物的家庭主婦 就成為了頭號嫌犯 因為畢竟這電話從那邊打來的 還說要從那邊放炸彈 那現場就是有你們 感覺你們就是頭號嫌犯 但事情還不是這樣就結束了 這時候網路上面 又有一則犯罪宣言來囉 他說下一個目標 他們要指向了東京澀谷的 八宮廣場 這個不得了 因為八宮廣場 可是聖誕夜 很多人都會喜歡到那邊逛街 或是聚集一起慶祝的地方 這個如果事件發生的話 這個人員一定會非常的傷亡 很嚴重嘛 那個嫌犯他就要求說 他必須要透過電視直播和首相見面 不然他就會引爆炸彈了 究竟這個嫌犯到底是誰 而他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我們要送大家有機會到電影院裡面 一起來找到這嫌犯到底是誰 只要手機編寫簡訊 FMTV傳送到55123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這部電影 聖誕殺戮日 在1月4號星期一晚上7點 在台北南港喜樂時代 引成的特應會票券喔 那我們就先透過片段 來看看這部電影吧 聖誕殺戮日 在台北南港喜樂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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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去東京観光時代 但我不會知道哪些地方 我沒有想到普遍的地方 我沒有想到普遍的地方 東京從來看見到這裡 所以我計劃了 我計劃了 渋谷駅附近 有不同的光景 在台北南港喜樂時代 自然而言 從相當地裏 靠粗位時代 我們就無法接受 日本都要對摩 立場上的情況 私不是想要將処理 同一班 我們有保護 準備了 凝固 人EMA 相當地 我知道 我相信 你以為 得吧 你相信自己的事 你不必要 渋谷人在哪里 一旦战争 哪里人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事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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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Christmas Silent Tokyo まだ始まったばかりだ